大安法式 在道理天宫的法界宗教大会 在道理天宫里 中间的城叫善剑城 善剑城里面有个善法堂 佛就在善法堂里 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么这不经从缘起来看 也属于无问之说了 那我们看到 当道理天宫这么一个盛大的法会 这法会不仅是针对着南岩福体 或者说是仅仅是对娑婆世界所召集的 来的这些佛菩萨和天龙八卜 乃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图 所以这可是一个盛大的宇宙宗教大会 或者说法界的宗教大会了 当我们去读这些佛经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每部经典 尤其是大圣经典展开的这种场面 都非常的宏大 其大无外呀 其小无内呀 这就说明 大圣经典是针对发菩提心的众生 或者由菩萨的属性的众生来说的 只有发菩提心的人 他的心才像虚空一样的广大 他才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 换句话来说 我们今天能听闻到这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够信仰这部经典 实际上我们就有着大圣菩萨的重心 一切法由心响生啊 你有什么样的内心的因缘 才会感召到你遇到什么经典 听闻到什么法 这个法是很不可思议的法 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善根 你才能感到不可思议的经典 所以这个刀立天宫 就向我们透显出一个信息 我们地球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球有生命 而且是非常高级的生命 现在我们长时间的井底之外呀 惊艳主义呀 对于地外文明 很多人都心存怀疑呀 好像似乎只有地球才有生命 这可能是我们受大尔文的理论 灌输得太久了 大尔文是说 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 哎 再一看外星球又没有猴子 哪会有人呢 卫星拍下的照片 一些星球都很荒芜 好像没有生命啊 这里要注意了 太空探测器 各种卫星所拍摄的照片 各个政府都是有选择性去公布的 我们从更多的资料表明 实际上其他的星球是有生命的 含生命的迹象的 甚至有城市的这种布局的迹象 如果我们还坚持无量的外太空 没有生命 只有地球才有生命 你想想 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球在茫茫的星球当中 就像大海无量的沙子当中的一粒沙子 你怎么就说一粒沙子里面才有生命 其他的沙子都没有生命呢 这说不过去了 所以对地外文明的存在 在佛经里面 它是非常寻常的一种真实事情的存在 我们众生为心所感 可能我们只能感应到 跟自己的生命形态 比较接近的一些情况 跟我们离得很远的 我们都接触不到 感知不到啊 就在眼面前 我们的业力只能看到 一定光谱里面的现象中 听到的是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声波 我们的六根是非常有局限的 我们感知外界靠六根 六根又被各种业力所障碍 我们怎么可能就把六根之外 存在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呢 因此 我们一定要破除 为经验论 为常识论的狭烈的思维 把新量打开 我们才会相信 刀立天宫的存在 相信释迦摩尼佛在刀立天宫 竟然举行了一个 盛大的宇宙的宗教的法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